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孝师傅研究室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片 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因为有些总会 始终是白名武术总会那边 我也是有些事情要处理 还有我们也在谈一些教练班的事情 这个后话我们慢慢再探讨 今集我就想不讲兵器 因为之前大家看到有女嘉宾在那里 又是兵器 孝师傅你又是兵器 但今次就不兵器了 今次我就决定 讲一下小小 十字的基本用法 几下散手的基本用法 大家刚才也看过Khloe的小小片段示范 我将来这段时间 我会讲几下手 拆给大家看一下 例如举个例子 我先示范 例如举个例子 我们有十战 我们有这个战锤 有这个扣锤 还有这个包尖 我现在就叫Khloe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例如Khloe一锤打过来的时候 当然她的锤真的中了我 但如果举个例子 我是作为对手 我折了她这下攻击 不让她打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没错了 转 对了 好了 举个例子 如果女生有时候 她中我的 当然是一锤 如果不中 有些距离不中 会怎样做呢 她就可以有第二下的变化 就是一拉下来 没错了 就打批竹 对了 很承认 不知大家收不收到音 对了 好了 可以做一个再顺利的示范 顺利的示范 好 一锤 一二 三 对了 一拉过来 对了 当然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应用方法 招式 如果对敌上 可能觉得 不是 有什么问题 或者行不通 不要紧 欢迎大家 Email给我 或者Facebook留言给我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因为始终这些都是 比较简单的基本示范 这样 今天很感谢Zoe 为我们做这个示范 做这个示范 对了 Coe Coe Coe